好所以我们刚画面看到了会说话 我们说呢在大陆这个沿海的城市在抢盐 这个不是这个是真正的 我们看到画面上抢得很凶啊 那么但是呢这个官方也提醒大家呢 这个也不要吃太多的盐啊 尤其这个点吃太多下去呢 对甲状腺等等也是不好的 这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而这个讲到吃呢 现在再回到台湾来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呢 应该是吃完午餐可能正要午休啊 但是小朋友该上课的时间不上课 校长叫全校的同学跑去操场上 跪下来是全校小朋友都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原来这是苗栗白沙屯妈祖绕境 到了云林八杠啊 要进入了北城国小 结果校长说全校上签名小朋友 上课时间先停课 巨大操场上面全部下跪 陪着一起钻教底 有的家长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说小孩子该上课的时间不上课是怎么回事呢 跟校长理论 但是校长认为说这也是一种民俗教育啊 给小朋友们上这样子的一课 但是云林县教育处又认定说 做法是有瑕疵的 宗教活动根本不应该进入校园 苗栗白沙屯妈祖 悬架来到了北城国小 全校上签名的小朋友 全被叫到了操场 等着拜妈祖 小朋友被老师大喊要跪下 显得一头雾水 而女校长跪在最前头 大伙的课程先放在一旁 和校长一起钻教底祈福 有的小朋友还搞不懂怎么回事 上课时间被叫来拜妈祖 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问题呢 家长打电话到学校找校长理论 学生也是在受教育当中 那也是民俗的教育的课程 也是宗教的教育课程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误会说 校长笃信妈祖 还出校园里的这一颗 八十多岁的桃花心目 多亏妈祖来的这一趟死而复生 就是很巧合 我同事就把它归成说 很神奇 上课的时间 校长和小学生全跪在操场 陪着一起拜妈祖 这样子的教育做法引发争议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能够听老师的话 乖乖的钻教底 周日新闻彭志明江戴景 苗栗云林采访报道